大家好,欢迎来到剧Top,我是发作章 第一期我就来聊一聊2007年的经典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 这部剧在豆瓣上有高达9.7的评分 绝对的零差评国剧门面担当,号称中国版的纸牌屋 除了剧情的讲解与梳理,我还会在其中穿插一些历史背景知识 丰富你对这部戏的认识 1566年是嘉靖皇帝执政的最后一年 《大明王朝1566》的时间跨度不大 主要是讲述了1566与之前几年的事情 这是王权面临换班的关键性转折 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个动荡的时刻粉末登场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写过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民著》 讲述了1587年发生的事 《大明王朝的叙事框架》应该是借鉴了这本书 仅用一个危机为突破口 以点带面的表现《明王朝末期》所出现的危局 首先要说一下导演和编剧 导演张李宇、张一谋、陈凯歌、田壮壮 是北京电影学院同届的同学 以摄影师出道 作品名单上全是名作 两三年后转阵电视剧领域 拍出了《走向共和》、《中国往事》、《少帅》等名剧 被誉为中国历史剧第一人 编剧《刘和平》是国家一级编剧 除了《大明王朝1566》 还有《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 《李维当官》等名剧均出自他手 这两个大牛合体 再加上一众出色的演员标系 成就了《大明王朝1566》的经典 本居的时代背景是家境执政的末年 明朝这台庞大的机器 在运转了近两百年后 各个部件都面临老化 最奇葩的是 这台帝国机器的中央处理器 也就是家境皇帝竟然罢工不干了 家境21年发生了一件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女起义事件 也就是史称的任饮宫变 家境地险些被几个宫女合伙勒死 从此皇帝就得了被迫害妄想症 觉得时时有人要害朕 再加上他迷上了道教方术 就连续二十多年不上朝 家境皇帝是一个绝顶聪明 同时也深安全术的人 虽然不上朝 但他通过宦官集团 暗中牢牢地把持着朝政 经过长时间的折腾 王朝的内部开始日益腐化 故事从家境39年的腊月讲起 这一年灾荒与战士并起 再加上天有异象 一个冬天都没有下过雪 古人认为天象是人间秩序的映照 一时间民间怨声载道 谣言四起 负责观察天象的部门是青天剑 部门长官周云义 是这么解释 为什么冬天不下雪了 最后问你一句 今年腊月 为什么不下雪啊 朝廷开之无度 官府贪慕航行 民不了生 天怒人 这摆明了是指责朝廷执政不力 于是太监冯保奉旨对周云义实施停仗 停仗是一个很有明朝特色的刑罚 就是把官员当场按倒打屁股 轻得皮开肉绽 下手重一点把命丢了也不奇怪 周云义就属于那个特别倒霉的 他坚称自己的言论并没有任何人指使 文人的骨子弱 三两下就被打死在当场 面对这种情况 嘉靖皇帝也不能无动于衷 于是从初一到十五 他在宫中摘戒齐雪 人间大董管出马 果然不同凡响 不久天降瑞雪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个开头 共大的危机还在前面等待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 虽然千头万去 但说到底还是钱的事 明皇朝的财政 现在出现了巨大的亏恐 内阁与皇帝要坐在一起 商量应对之策 这里需要说一下 明朝的官僚制度安排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 而改用了内阁制 内阁一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处 阁员的品位也不高 但到了嘉靖一朝 内阁成为帝国的权力中枢 内阁负责发起一系列的提案 为避免内阁专权 又设置了由宦官执掌的司礼舰 一个提案必须经司礼舰批红 才能执行 司礼舰等于是皇权的白手套 这就形成了权力间的制衡 而皇帝稳坐其间掌控大局 一开始内阁的官员们 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明朝中后期党争愈演愈烈 这时主要分成两拨 严嵩严世帆父子为一派 徐杰高拱张居正为另一派 他们后面还站着欲望眼 争论的焦点是去年产生了 上千万两银子的财政赤字 该怎么办 去年年初 各项开支预算为 三千九百八十万两 可是 昨天各部报来的账单 共耗银 五千三百八十万两 收支两底 去年一年 超支的亏空 竟达八百四十三万三千两 如果和去年年初的 开支预算核对 去年一年的超支则在 一千四百万两以上 我们先说 加在兵部头上的三百万两亏空 这三百万两 兵部并未支出 也是公部支出 一句话 去年一年亏空的一千四百万两 都是力部和公部的亏空 却让我们从其他部来拟票 小哥老 你说这个字 我们怎么签 内阁拟票的时候 你们户部两个堂官都在场 你们当时就见过这张票 那个时候有话不说 现在却在御前会议上 相装舞剑 老徐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外面内阁的大佬们 吵了一坨浆糊 但其实无论是内阁还是私底舰 他们都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真正的权力 把握在牧连后面的家庭皇帝手中 如果外面提出的方案 他觉得可以 就给外面发一个信号 等于是准了 这三百万的票 你 互不可以签字了 家庭皇帝在开始的前二十分钟里 连个正脸都没露 他就像一个隐形的法官 听取重反双方的互相攻干 然后一锤定音 虽然他数十年不上朝 但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持着朝政 即所谓的张持操纵 微禀不移 等外面吵完了 家庭终于出场 他的穿着不像个皇帝 倒像是一个炼丹的道士 炼得身形似鹤形 千诸松下 两寒经 我来问道无语说 云在青天 水在平 去年财政的亏空 被严松与四里剑 一顿祸悉泥 给糊弄了过去 但今年怎么办 如果再像去年一样 饮吃卯粮 到了年底 大家又不好交代 这时候严松提出 可以加大丝绸的生产力度 因为丝绸 一直非常受西方商人的欢迎 卖到海外的利润 比内销要高出近一倍 以此作为财政的开源 这样就需要把现在的 许多稻田改为桑田 改革的突破口 就定在了丝绸大省浙江 家居皇帝一听非常高兴 马上就准了 这不一炒就炒出好办法来了吗 这件事让私立建和工部去办 当然还有户部 多赚的钱都要入在户部的账上 如何入手 内阁这就回去 详细一个方略出来 然后给胡宗贤下基地 这件事 还是要靠胡宗贤去办 是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严嵩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大奸臣 但这部剧中 对这个形象的挖掘远不止如此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 其中塑造最好的几个人物之一 非常的丰满 就在预前会议的同时 导演还平行剪辑了 豫王府中的场景 豫王妃正在生孩子 等会议结束 王妃也把孩子顺利产下 这就是家境皇帝的孙子 未来的万历皇帝朱义军 四里建的长印太监 吕芳是一个身谋远虑的人 他知道这个孩子 八成会成为将来皇位的继承人 所以安插干儿子冯宝 去豫王府当皇孙朱义军的大伴 好为将来某一个出路 冯宝一直是跟豫王一党对着干的 这等于是制止死地而后生 我再教你两句话 你记住 一句是文官们说的 做官要三思 什么叫三思 三思就是思危 思透 思变 知道了危险 就能躲开危险 这就叫思危 躲得人家都不在注意你的地方 这就叫思退 退了下来就有机会 再慢慢看 慢慢想 自己以前哪错了 往后该怎么做 这就叫思变 看我大明的气数 这皇位迟早会是豫王的 到了那一天 你才真是个死呢 我现在以皇上的名义 派你到豫王府 做皇孙的大伴 你要夹着尾巴 真正让豫王和他府里的人 重新看待 如果真有欲望 入住大内的那一天 干帝这条老命 还得考虑 自此改稻田为桑田的增收政策 被提升为国策 但其在现实中的实施难度 远不像在御前会议上 讲两句那么简单 这时候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 胡宗宪出场 他是明朝后期的重臣 历史上最大的功绩 是对抗倭寇 可以说作用不在奇迹光之下 胡宗宪这时候是浙治总督 统领多个省的政务与边防 改稻为桑与对抗倭寇的事情 都由他负责 改稻为桑的国策 推行得非常不顺利 虽然家境的本意可能是好的 但到了基层就变了味道 稻农们普遍不愿意重桑 杭州知府马宁远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兵来强行的踩踏殃苗 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眼看就要引起民变 这时候七一光赶到 说是奉了胡宗宪的命令 强行把士兵带走 马宁远只好去找胡布团求助 布团是明清两朝 对总督一级大员的称呼 这时候胡宗宪正在江南制造局 陪着太监杨金水招待西洋商人 江南制造局是直接归 私里建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 负责丝绸的生产与买卖 杨金水巧身如簧 与西洋商人谈妥了 50万匹丝绸的订单 这大大超出了现有的生产能力 如果改到为桑的国策受阻 将极大的影响朝廷的收入 马宁远找到了胡宗宪 几个头头坐下来开会 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 盗农之所以不愿意重桑 是因为桑苗的成熟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这期间他们可能就断了口粮 而政府并未拿出任何政绩政策 但改到为桑又是朝廷压下来的国策 就是一百个不愿意 还是得推行 胡宗宪给朝廷写了奏章 希望对国策暂缓实行 但严松的儿子严世帆 认为这是故意的托辞 胡宗宪是严松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种行为在严世帆看来 就是一种背叛 再加上他与豫王派到浙江的谈论 私交甚好 很多事情就又说不清了 胡宗宪无法甩掉自己的出身 同时也竭尽全力的宫中体国 他可以说是这个故事里最苦逼的那个人 身处庙堂之上的那些知识分子 哪处理过如此复杂的局面 下面的一番话 充满了浓重的悲剧英雄主义色彩 朝野都知道 我是严格老踢鞋的人 千秋万代以后是书上 我胡宗宪 还会是严格老的人 可你谈论还有朝里那些清流 为什么还会看中我 就是因为我胡某 在大事上从来上不误国 下不误民 我的老家给我竖了三座牌坊 我都五十多了 活到七十也就再熬个十几年 我不会让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 你们都自以为知人 自以为知事 可是有几个人真知人知事的 就说眼下有改道为丧 这个国策引起的大事吧 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 兼并天地 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 没有了天地 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 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 今年不返 明年不返 后年再后年必返 到时候外有倭寇 内有反明 第一个罪人就是我胡宗宪 千秋万代 我的罪名就会钉死在浙江 你来与不来 我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干 无论是想劝我 还是想帮我 都只有一个后果 把大局给搅砸了 胡宗宪看得非常准 改道为丧看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计划 却很可能成为豪强大户 大肆兼并小农土地的狂欢 改道为丧这个故事本身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映照了明朝末期最大的危机 土地兼并 因为豪强揭秘的土地并不会向中央缴纳赴税 致使国库日益萎缩 之后明朝的覆灭都与此有关 好 既然胡宗宪抗拒 那严世帆就下了狠招 他密书浙江不证死郑碧昌与何茂台 说干脆就趁着端午的训期 把浙江九国县的防洪宴口给炸开 当大水淹了九国县 那些农民为了活命 就必须与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把田建卖给大户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 商人沈一时 他是江南制造局下属的丝绸企业的老板 他负责在水贷过后 用粮去买灾民的田 这几乎就等于是民抢了 这件事情制造局的杨金水也知道 杭州智府马宁远对胡宗宪极为忠诚 郑碧昌等人对他一通忽悠 让他相信这样的损招 可以帮胡不堂渡过难关 因为水烟等于是天灾 锅不会背到胡不堂的身上 就这样把马宁远骗入了火 端午迅如期而至 九个宴口同时决堤 胡宗宪作目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堵不住吗 事先毫无准备 堵不住是意料中事 九个宪九个宴口 我们这里堵不住 那八个宴口更堵不住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那天马宁远给我送三身 我就应该想到的 几百万生民 千秋之罪啊 简要关头必须丢堵宝具 事到如今 只有把洪水引向淳安和建德两个县 才能保其他七个县的平安 分红比较成功 但依然有几十万的灾民受了灾 毁地烟田的郑碧昌一伙没有达到目的 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兼并土地 马宁远在水带后也失踪了 如果他爆料 捅到宫里 所有人都得吃不了都得走 胡宗县从马宁远那里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马宁远确实是一片赤诚 但他的眼界太窄 不知道谁有多深 他想以一死来报答胡宗县的知遇之恩 其他几个人也顺道就把马宁远当了顶缸 与他一起的 还有河道崖面的监管太监李玄 建德与传岸的支线也都成了替死鬼 不过这件事情也成为胡宗县抵抗国策的一个借口 他逼着郑碧昌等人怜悯写下奏书 说遭遇如此的天灾 改道为丧必须暂缓 然后亲自去北京跟嘉靖皇帝陈奏 这里面还有杨金水杨公墓这个角色 他并不是归官僚系统管辖 而是只属于公里 这就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度 胡宗厂 你们地方官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不行 我头上只有一片云 这片云在宫里 您可以不买哥老的账 我可是贵公里馆 翻了脸 自有吕公公跟皇上说去 闹到这个程度 严世帆瞒着父亲干的这些事也瞒不住了 严松知道后气得半死 但他也得给这个坑爹的儿子擦屁股 八十一了 这条兵 也该送在你们手里了 杨金水先回到了北京 见到了长印太监吕芳 吕芳带他去见嘉靖帝 让他有啥说啥 不要隐瞒 这时嘉靖帝已经看到了胡东县的奏书 只是跟杨金水核实一下情况 在面上的前一晚 胡东县来到了严府 求见严松 他是严松一手提拔起来的 感情非常的深 但是严世帆挡着不让剑 制造了一些误会 第二天大殿之上 嘉靖帝接见了胡东县与严松 同时豫王也在旁边 这番谈话 足见帝国政治斗争的严酷 胡东县之前杀掉的那几个替罪羊 既有宫里的人 也有严党的人 同时还有他自己的人 还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 这么做 主要是让皇帝看到自己的忠心 嘉靖帝从杨金水口中 得知了严世帆下令毁地烟田 但他故作不知 是要留住一个把柄 严党猖狂 但还没有到减除的程度 帝国还需要他们去聚敛财富 严松知道胡东县的才干 以及皇帝的心思 所以在朝廷之上 等于是保了胡东县 在明朝的政治体系里面 皇权当然很强大 但他也必须借助官僚系统 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所以对嘉靖帝来说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他要做的是平衡各方的力量 不让任何一个太突出 他对旅方说的一席话 足见他的老谋深算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 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县 脚窝要考弹 辅助百姓不造反也要考弹 不能让他累死 更不能让他仇死 国库没有银子 让严实翻他们弄去 一两银子十二千归国库 四千归他们 真认了 十千归国库 六千归他们 真也认了 要是他们还想再多老 连个胡宗县都不能容 必翻了东南 真也就不能再容他们 到此政治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束 严党与豫王暂时打了一个平手 下面另一个大主角即将登场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 有一个副标题 嘉靖与海瑞 没错 就是海瑞 这个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响的清官 已经在后台等候很久了 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 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接下来将成为 嘉靖皇帝最强劲的对手 严党毁低烟田的事情败露 在胡东县的权力挽回下 用烟调传安和建德两个县的代价 保住了其他七个县的平安 前任杭州之府马宁远 以及传安建德两个支县 一起背了一个大锅 肯定是要领盒饭的 这三个地方现在需要新的领导 以稳住烟田后的危局 其中新任杭州之府 选中了汉林院的高汉文 他是严世帆的门生 自然是严党的人 经过争取 传安建德的支县 由豫王这边指派 其中建德支县找到了 素有亲民的王用吉 传安之线是一个关键 因为那里的灾情最重 此人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任 正在众人挠头之际 谭伦提了一个人 当场背诵了他写的一篇 正气凌然的文章 此人姓海明锐 好刚风 听到这个好 就知道他是个硬骨头 张居正等人 希望他去浙江 与全市熏天的演党斗上一斗 海瑞现在在福建 当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家中有妻子女儿和老母 他是一个极度遵守孝道的人 每天给母亲洗脚 甚至晚上也要睡在老母的身边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 隔一般的事 海瑞绝不会离开母亲去远方 所以张居正写了一封 情词恳切的信给他 大义是说 你要是不出山 传言的百姓就都得饿死 为民作主是海瑞的死穴 母亲虽然心里不太愿意 但他知道儿子的志向 最终海瑞决定抛家舌子 去浙江赴任 他接下来要面对的 并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官场 还有森严的王权 这一段甚至有点 慷慨赴死的意味在里面 明家境四十年 公元一五六一年 海瑞出任浙江淳安之县 从踏进杭州 不仅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 他便开始了一生 向大明朝腐败势力 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要去赴任杭州之府的高汉文 虽然出身严党 但也并不是一个钻银小人 在朝堂之上 他提出了一个 以改兼政 两难自解的方略 想让丝绸大户 用稻谷去买灾民的田 老百姓有了粮 就可以度过灾年 以为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 但他只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书生 不知道现实的复杂性 胡东县对他不放心 在去上人的路上 特意在驿站等候他 开始高汉文还很有自信 说自己的方略如何完美 但胡东县问他 如果大户们借赈灾之名 趁机压低田价 兼并土地该怎么办 政府该不该管呢 世卫经历不知难 高汉文被问得哑口无言 胡东县给了他几条忠告 但对接下来的事情 依然不乐观 新任杭州之府高汉文 传人见得知县海瑞与王用吉 加上浙江省的头头们 在衙门开会 郑碧昌与何茂财 以为高汉文是严实翻的人 让大户兼并小民的土地的事 应该不会有什么阻碍 没想到高汉文被胡东县说服 竟然蹦出来质疑之前的方案 一秒钟就反水 再加上海瑞与王用吉的力争 这个为货百姓的方案 只能暂时悬置 这里边其实牵扯到了 一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调控市场经济的问题 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里 加上官商勾结 作为兔子的百姓是绝对打不过狼的 高汉文与海瑞等人 就是要给狼绑上锁链 或者让兔子穿上铠甲 这当然是那些资本雄厚的大户 最不想看到的 因为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 让那些丝绸大户赶快把田买了 赶快改中丧鸟 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 会不会趁灾压低田价 卖田的百姓田地卖了之后 能不能过火 这里是一字无影 请问忠诚大人还有诸位大人 他若真出现了买田大户 压低田价 十蛋一模八蛋一模 百姓卖是不卖 官府管事不管 倘若不管 那必然在朝廷提出了两难自解 便直解了国际之难 反添了民生之难 且将酿出新的治乱之源 就不是两难自解了 因此 属下认为 这个议案要请忠诚大人和诸位大人 重新议定 最大的丝绸商人沈一时 真是站了出来 说要帮二位大人搞定高汉文 他听说小高同学出身书香世家 破通音律 于是就想出了一招美人计 让自己旗下的头号歌迹云娘 在高汉文去制造局调查丝绸市场的时候 在里屋弹奏激康的绝唱广林伞 高汉文果然掉进了坑里 这种知识分子可能拒绝金钱 但不会拒绝封雅 更不会提防封雅后面的利润 沈一时的手段很高明 先是讲道理 对他说 就算灾民把田贱卖了 第二年还是可以租种大户的田 接着种丧养丧 收入说不定还会提高 然后就派出了云娘 说是谈广林伞的时候 有几处不明白 让高汉文指点一二 高汉文刚才听到琴声 就对云娘有些好感 但他忘了男女共处一室 是大忌 沈一时又派出了几个臭不要脸的太典去捉奸 因为云娘本来就是沈一时 买来送给制造局总管扬金水的 这样高汉文等于是被捉奸在床 自然有嘴说不清 再加上他确实也动了心 不得已写下了旧犯的字句 云娘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很痛苦 他完全是一个木偶 沈一时也是个复杂的人物 一方面他是江南第一四球大户 他同时又从心底里厌恶官场的龌龊 但他的心够狠 不会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毁了高汉文的清誉 他心里也并不开心 但现在漩涡之中 他只能按照厉害的原则行事 沈一时可以说是除了几个主角之外 剧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 与此同时 胡东县也没闲着 他带着重病之身跑到了江苏 去跟印谦巡抚赵真吉借粮 现在浙江粮仓里的赈灾粮只够吃三天 如果借不到 浙江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赵真吉很为难 苦劝胡东县不要管浙江的烂事 胡东县追问之下才知道 宫里的两派 豫王跟严世帆 竟然都反对赵真吉借粮给胡东县 这段对话充分展示了政治斗中的深不可测 观众一开始可能会以为 豫王是正方 而严党是反派坏人 但政治规则里没有什么黑白分明 现在的情况是 两个阵营都希望让矛盾充分的激化 把水搅浑 以此来获得政治权利的筹码 不过还是胡东县老道 说不妨以军粮的名义戒 这样上下左右都挑出错来 赵真吉看在顾娇的份上 勉强答应 胡东县一片体国之心 只能尽力维持局面 当年跟我谈阳明心血的 那个赵真吉哪儿去了 以掉军粮的名义 给我多掉些粮食 旧宰明也是安定后方 没有你的责任 你怕什么 好 我尽力去办 可有一句话 我还是得说 改道违丧的事情 你能不管就不要去管 给自己留条退路 只要我还在当浙智总督 我就没有退路 在北京的那头 其实嘉靖帝对下面发生的一切 都动若观火 在钦词的命题中 强调了一个真字 暗示的就是胡宗宪与赵真吉 事情成不成就在这二人的身上 严松本人也希望赵真吉能借粮 好让改道为丧推行下去 而叶世帆不同意他爹的方针 所以才在后面处处玩音的 这部剧里把传统奸臣严松的形象 做了人性化的诠释 没有一味的贬损 更多的是巴士老翁何所求的无奈 他也好 徐杰也好 都是卷在政治漩涡里的棋子 神医师搞定了高汉文 还剩下两个刺头 王用吉与海瑞 郑毕昌与何茂财想出了一条毒计 之前海瑞在河边 救了一个叫齐大柱的灾民 他正在组织人到处买粮自救 等于是给灾民续命 何茂财别的本事没有 但栽赃的点子派脑门就有 他去监狱里找到了一个 之前被捉住的日本浪人倭寇 与他讲好 让他出去把粮偷偷卖给灾民 何茂财在派人埋伏在旁边 抓个正着 就可以给齐大柱等灾民 安上一个通窝的罪名 东南沿海的倭寇 是明朝中晚期的大患 通窝是可以被就地正法的重罪 然后把这个案子 交给传安之县海瑞来审 海瑞无论审出什么结果 目的是让他左右不是人 顺势逼他就范 第二天的朝堂之上 高汉文被人捏住了小辫子 彻底伪了 昨天还慷慨神词 今天乖得像个哈喽Kitty 海瑞王永吉不明白 为什么一天之隔 高知府的态度 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拐弯 他们冒着抗上的风险 距离力争 希望高汉文可以为民做主 这里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 史上头号清官海瑞的锋芒 他虽然是这个屋子里 官位最小的那一个 却像一把出了窍 就绝不退缩的宝剑 就是同他的字号刚锋一样 巡抚衙门把你叫到哪里去了 忠诚大人 在哪里跟你做了深谈 做了什么深谈 为何同样一个议案 没有任何新的理由 你前日言辞拒绝 今日却同意签字 来了 来人哪 在 把这个海瑞给我押下去 是 谁敢 大明法力 梵力不委任的现任官 无有通敌师城贪汇情状 宣服 只有参奏之权 没有羁押之权 郑仲长 叫你的兵下去 对下去 这个议案 只有六条两百余字 可这两百余字后面的事情 倘若将来写成案卷 只怕要堆积入山 我不知道 你昨天遇到什么事情 可这毕竟是你一人之事 是原案中可昭雪 事过错 回头是案 但这件事 上系朝廷的国策 下系几十万百姓的生计 其间 伯爵云归 深不见地 你也才来三天 倘若这样签了字 一步踏空 便会万劫不复 当海瑞慷慨陈词之后 和茂财设下的通窝毒计登场了 手下人来报告 说抓到了通窝的刁民齐大柱 海瑞惊讶了一下 马上镇定下来 带着人马赶去传安 下面这个回合 中心人物是两个人 传安之县海瑞 与制造局的买败商人沈一时 制造局的头头杨金水 进京面圣归来 他一回来就得到一个消息 沈一时带着几十条粮船 已经出发 开往传安建德董重灾区 打算趁着灾荒 建买乡民的土地 而运粮船的船头 竟然打着制造局的东了 这件事让杨金水大惊失色 因为制造局 就是黄泉在江南的代言人 如果以制造局的名义 去建买田地 无疑是说 皇帝再对他的子民趁火打劫 这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 是非常大的忌讳 杨金水搞不明白 沈一时如此聪明的人 怎么会作这个大死 而且制汉很可能 会把他拖下水 干爹 刚听到的 郑碧昌和茂财 他们摆平了高汉门 现在又叫豫王举荐的 那个淳安支县 杀三民去了 一边杀人 一边打着制造局的牌子买田 等不及了 你现在就去 那兵部的坎坷 海瑞那边 他带着涅斯衙门的人 来到传安县城 几个雾满了倭寇粮食的灾民 被绑在柱子上 五十三刻就要行刑 面对各方的催逼 海瑞反而慢条思理的 要看嫌犯的审查案件 但这事本来就是个栽赃 各种奇葩的漏洞 一抓一大把 中国人自古就讲一个李字 遇到海瑞这么较真儿的官 还真是不好糊弄 人犯天亮钱抓获 禀报却在昨天上午就送到了巡抚衙门大堂 纯安县杭州两百余里 你们的禀报 是插着翅膀飞去的 公然还敢跟我说大明律法 大明律法现在就在这里 这上面哪一条写着 凡有通俄情势都不需要立案卷的 不立案卷 也不问口供 人犯抓到之前 禀报早已送到上司衙门 你们要干什么 嗯 这件案子有天大的漏洞 绝不能醒醒 传案的灾情最为严重 但当地的官员并没有积极的备粮震灾 海瑞七里咔嚓一顿操作 把工作安排下去 等事情干完 五十三刻已过 大明律法规定如果过了时辰 人犯只能暂时收押再审 算是把这一趴先对付了过去 海瑞不肯按照 种地仓与何茂财的意思杀人 两个人看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 先让自己的手下将倭寇与涉事灾民秘密处决 然后给海瑞扣一点半案不立的罪名 这两个官场的老狐狸自然不能亲自出马 事先就找好了背锅侠 就是那个中了美人计的杭州之府高汉文 因为他是海瑞的直属上级 到时候人犯与灾民死了就逼他抓人 海瑞并不是指挥印顶 他知道郑碧昌何茂财肯定不会善把甘休 所以干脆搬到牢房里的办公 守护着犯人 他这种不要命的官 大家都是听说过没见过 污言滴水是代接代 新官不算旧官长 您老将来也是要交职的 我没打算活着走出淳湾县 杨津水的基地到了宫里 嘉敬皇帝看到有人打着制造局的民意 去贱买灾民的田地 他马上意识到这里边的危机所在 如果灾民以为皇上是趁火打劫 那很可能就会激起民变 浙江现在外有倭寇 内有灾荒 如果发生民变 很可能会蔓延全国 动摇统治的根基 这时嘉敬帝只好派出锦衣卫出马 去浙江看住这帮任意妄为的官员 动用了锦衣卫 一般就是要见血了 你刚才说杨津水会在那里 想办法取下制造局的灯笼 灯笼取下了 可宫里的名声办出 怎么挽回 这就去告诉那个奴婢 他要坏了朕的名声 就把他自己的脑袋挂到梁船上去 奴婢立刻就派人去告诉他 派锦衣卫去 船上便服 替朕在浙江看着 是 看样子 这次得抓几个人了 奴婢明白 欲望一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都觉得这是一个打倒阎党的最佳时机 阎党也很迷糊 郑碧昌和茂财是他们的人 但之前并没有知会他们 严怂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如果真的是自己人纵容制造局去买钱 就是毁谤圣民 单单这一条就能把他抄家灭族 现在产生了一个最大的疑问 沈一时为什么要打着制造局的招牌 去买灾民的田 他之前一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形象 不可能不知道 这样做就是给皇帝脸上泼脏水 至于这一点 导演一直按下不表 他安排了海瑞去把这个谜团揭开 当沈一时的凉船开到了船安县 海瑞听到后大惊失色 他以为自己就够不怕死了 没想到现在来了一个更蠢萌的 但是他现在还不能离开县大牢 因为郑碧昌和茂财派来杀人灭口的兵 就在外面 他一走就会中计 如果死无对证 海瑞再有礼也没办法了 所以沈一时只能在码头上等着 海瑞料想的不错 涅丝衙门的两个千户 想尽办法要杀进去 民的不行就来暗的 他们打算在牢房外放火 以救火之名撞开牢门 牢里现在没有一兵一卒 海瑞虽然很刚 但他毕竟不是叶问 只要牢门一破 任他再大意凛然也没有用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高汉文赶到了 他带的正是总督胡东县派来的援军 海瑞看到了高汉文 就知道这一关终于过去了 犯人们的危险解除 下面就是海瑞与沈一时的正面对决 谜团即将揭开 海瑞来到码头 见到沈一时 沈一时穿着华美的私质绸衣接见 海瑞就向这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事发难 因为明朝法律规定 商人只能穿布衣 而沈一时说 自己曾被皇家授予了六品的官位 两个人就针对这个事 唠了足有十几分钟 这当然不是废弃 而是后面的铺垫 其弦外之音在于名分 子曾经约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俩字也正是整件事情的核心 穿官服换布衣 与今日的灾民两米之事有关吗 当然有关 你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打着宫里的牌子 来建买灾民的田地 你要是穿上官服 我便上书参制造局 你要是换上布衣 我便捉人 将你立刻拿下 我再问你一句 是穿上官服 还是换上布衣 我已经说过 我沈某今日穿官服 还是换布衣 与灾民两米之事 并无干系 那就是说 建买灾民的田地 并非制造局所为 也不是公里的本意咯 来人 摘 正当海瑞准备派人 缉拿审议实施 下面发生的事 让所有的人都看傻了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出了这么一招 哦 原来是为了这个 来人 在 把灯笼下的帖子 放下来 放下来 下面轮到海瑞懵逼了 陈一时去船舱中换了布衣 向海瑞解说了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番话说的真是严丝合缝 抓不出一点把柄 我冒昧的问一句 你只是一个商人 虽有个六品关带 也不过虚设而已 赈灾又不是你的责任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是个商人 可我是替制造局当差的商人 朝廷要我多产丝绸 我就拼命的多产丝绸 现在出现了灾情 也是朝廷的事 浙江官府一时 拿不出那么多粮来赈灾 我先垫出钱买粮 借给官府 帮了朝廷 也是帮了我自己 到时候你们还会还粮给我 我又不损失什么 我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 谁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颇可玩味 他抱着江南制造局的大腿 做了十几年的生意 理所当然的 被看作制造局的人 在他赚钱的同时 他也不可避免的 卷入到政治的漩涡里 改刀为丧 他是关键的人物 因为要他出钱 买农田改丧田 但如果以高汉文 提出的价格买 那肯定得破产 所以才会帮着 正币昌和冒财 施美人计 逼高汉文就范 自己则打着制造局的招牌 去买田 这一行 如果没有败露 那就悄无声息的干 如果败露了 他也留了后手 就放下围杆上的 奉旨赈灾的条符 从官商勾结的商人 一下子变成 仗义书才的慈善家 他自己当然想置身事外 但因为所在的位置 而身不由己 与此同时 四个锦衣卫 也已经到达了杭州 他们的头领叫朱七 素来受到皇帝的器重 杨金水与锦衣卫 都是归属于四里剑管辖 所以杨金水接待了他们 这时郑碧昌求见 他一来就把沈一时 将粮食用作震灾的事 告诉了杨金水 杨金水也万万没有想到 沈一时竟然耍了这个把戏 杨金水责怪郑碧昌 明知沈一时犯规 却依然纵容 郑碧昌当然是想把 所有的锅都甩出去 在杨的逼问下 他没办法 只好假装晕倒 躺在地上耍赖碰瓷 但他没想到 锦衣卫就在隔壁吃饭 在明朝 锦衣卫一般不与 普通老百姓接触 他们的捕猎目标 是违规的官员 是皇帝最暴力的代言人 官员们见到 北镇俯司的牌子 就像见到了死神 郑碧昌的病 一瞬间也就全好了 这些下官却不知情啊 级别上差 去问沈一时 便什么都知道了 沈一时是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们去问 我们奉赵命 是来抓贪官的 来的时候 锦衣卫以为 事情比较简单 就是抓贪官 但现在事情如此的复杂 所以他们也要到地面上 去微服私访一番 到了底下 灾民们虽然苦不堪言 但都对海瑞赞誉有加 要不是他阻止了 沈一时建买田地 现在农民们 恐怕都已失去了土地 郑碧昌和茂财 现在有个死穴 抓在海瑞的手里 就是那个被放走的倭寇 锦上十四郎 只要他反水 那郑和二人必死无疑 所以何茂财 才必须亲自来到传安 至少要把锦上十四郎 带走 以杀人灭口 海瑞也不是个二愣子 虽然收押了锦上十四郎 但始终没有审讯他 这就给各方都留了余地 他的想法是 以锦上十四郎 这个真窝寇为筹码 换得其他村民的赦免 何茂财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答应海瑞 海瑞则借着这件事 进一步树立了 自己在灾民心目中的地位 从而劝说他们 改稻田为桑田 将国策推行下去 这一顿操作 真是粗中有戏 恩威病痴 面面俱到 局面看似是暂时的稳住了 但这时候又来了一件要命的事 盘踞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 看到明朝的内斗严重 就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准备发动规模更大的战役 枪炮一响 黄金万两 我往今来的多少王朝 都是被战争这个烧钱怪物 给拖下了水 这里要简单的说一下倭寇 倭寇是横跨中国13到16世纪的大患 大致指的是 以日本浪人为首的海盗集团 他们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与东南亚一带活动 对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滋扰 但据史料记载 倭寇中只有大约20%是日本人 大多都来自于中国 因为明朝实行海禁政策 合法的贸易渠道被阻断 于是就只有走黑道 倭寇本质上是一个暴力走私集团 打仗其实打的就是钱 湖东县齐吉光带领的上万将士 每个月至少花费几十万两的军需 再加上当时在北方与达达的战争 让明朝中后期的财政捉襟见肘 皇帝之所以要改道为丧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要支付战争的开销 现在缺钱了怎么办 历朝历代无外乎两个法子 一是割农民的肉 二是割富人的肉 现在天灾与人祸并至 割农民的肉会出大乱子 那就只有哥有钱人的了 四下左右一打量 有一个县城的人选再合适不过 据胡不堂分析 眼下有聚财 能填补国库亏空的只有一个人 沈一时 沈一时是制造局的人 他们敢动 制造局靠他发财 可他的财不是制造局的 要是这一次能建卖百姓的田地 制造局就会依靠他多产丝绸 卖给西洋换回银子 可现在百姓的田地建卖不了了 朝廷就只好抄他的家财来填补亏空 因为只有抄了他的家 才有足够的丝绸 卖于西洋商人 那么多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 归了制造局 这样的结果 皇上也会同意 可沈一时这次 是拿自己的钱买粮借给百姓 抄他的家 未免不尽天理 也有违律法啊 正因为这样做 他才是自寻死路 他看出了 上面有欲望反对 下面有你们抵制 直到兼并百姓的田地已经不可能 这才拿出自己的钱财 替皇上买面子买人心 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自保了 可他忘记了一条最要命的古训 历来国库亏空 要么打百姓的主意 要么打商人的主意 现在百姓保住了 他 焉能自保 谈论的分析丝毫不差 在皇宫里 严松 豫王 皇帝 三方都一致认可 把沈一时给办了 宰了这头大肥猪 全村都能过一个带婚新的年 这一切 沈一时还蒙在鼓里 他回到了杭州 马上穿上官服 来见杨金水 杨对他是一肚子的火 因为他是制造局的头 至先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沈一时果然是个人才 他下面的这一席话 真是滴水不漏 从中你能看出 他的聪明以及无奈 之所以不告诉杨金水 拿粮赈灾的事 是不想把他牵连进去 一番话说的 刚才还火冒三丈的杨金水 隐含热泪 一激动 就和沈一时败了靶子 但这一切 也已经于事无补 沈一时注定成为 这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他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自己的下场 皇上的旨意 很快就下来了 但没有指明让谁去 郑比昌和茂财 这时候又想起了 那个著名的倒霉蛋 高汉文 把他推上前台 去抄沈一时的家 这一段抄家的戏 拍得非常精彩 很有电影《蒙太奇》的氛围 高汉文在沈一时的别院 发现了一封遗书 伴随着他的遗言 沈一时揍了一段狂放的古乐 然后一言不发地走进了火海 人生的悲凉与荒诞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猴飞猴 王飞王 千圣万计 归芒山 狡兔死 梁宫藏 我之后 君富商 一曲广陵伞 再奏 待您娘 让我了解 老师 仇人 预算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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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沈医师死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所有人都把前方打仗的军饷寄托在这次超莫沈医师的家财上 他号称江南首富,大家觉得怎么也能刮出几百万两银子 但没有想到他旗下的一百多家绸缎装,总共只有一百匹丝绸的库存 现银只有几百两 郑碧昌和茂财与杨金水在账册里发现了沈医师留下来的信 独知令人干颤心惊 他正是拿命跟整个明朝的官场系统玩了一个注定两败俱伤的游戏 夹境二十一年至今 二十年间,这是沈某上交制造局和浙江官府最后一批账策 四任制造,五任巡抚 为胡不堂胡宗宪与沈某无账目往来 其余滚滚诸功,解不足道也 二十年,知仇返四百余万匹 上交制造局共计两百一十万匹 个人官员分立一百万匹 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 艰难维持至今 诸功所见之账册,宁不悍言,心惊 诸功见此账册时 沈某库存丝绸仅一百匹 作坊可知丝绸,已仅一万九千匹 据朝廷所需之五十万匹,相差四十八万九千匹 朝廷追究之质,诸功之心仅可知 我大明拥有四海,旁使朝廷皆用以爱人 使民一时,各级官员青莲 其心可重! 可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 你喊什么! 上下挥霍无度,便略知于民 民便在即,便略知于商 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 沈某先行一步 赐诸功郎当于九泉 此日不语 胡东县与奇迹光在前线面对着即将大举进攻的倭寇大军 军想如果仇措不利 不知有多少官员要吊脑袋 三个人不敢把这样的账策成交上去 于是又想到了那个背锅小农手高汉文 因为是他带人去抄的家 抄莫不利的罪名,他当之无愧 杨金水本来可以联合锦衣卫 马上将郑壁昌和冒财拿下 但他并没有 用意是要让他们把这么多年贪末的银子吐出来 先解决前方的军需问题 这俩贪官为了保命 必须拿出一部分钱 接下来就让高汉文将军饷压寄到胡东县的前方大营 胡东县接见了高汉文 距离他们上一次在驿站见面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短短的几十天间 高汉文从当初意气风发去上任 以为轻易就可以救国救民的文艺青年 变成了现在这个遍体鳞伤的可怜人 他确实是尽力了 但书生写写高头文章 当当公知还可以 一旦来到了真实的政治中 才知道是百无一用 胡东县给他的建议是 马上主动请罪 让锦衣卫把他见诵金师 老干部就是老干部 把局势看得透透的 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吧 不出一个月 朝廷就会在浙江掀起大案 那些误国误民之人 一个都跑不了 现在我让你主动请罪 顶多盼你抄摸沈医师的家财办案不利 如果继续留在浙江 你就会卷进他们之中 不堂大人为何要这样对待属下 我身为浙治总督 对我的属下 谁有罪谁无罪 不该分个清楚吗 如果呀 我要这么主动请罪就离开了 我早就离开了 其实 你还是个有福的人哪 属下这就连夜回杭州 一定照布堂说的话去做 你要记住两条 第一 今晚我对你说的话 要永远埋在心底 第二 你在诏狱最多官上一年半才 出狱后立刻辞职 不要再当官 晚生记住了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之前那个被海瑞救下的肌肉男齐大柱 在倭寇战役中表现良好 被奇迹光表扬 胡宗仙还把随身的配件送给了他 还救下了一个漂亮的民女 眼看就要成其好事 这些都略过不表 高汉文在请罪之前 与海瑞交代了一下 为后面海瑞的发大招埋了伏笔 这一次随他一起进京的 一是沈一时的那几大箱子账册 二就是一个人 那个把他忽悠进美人记里的云娘 他对高汉文有情 但无奈当了木偶 现在沈一时已死 杨金水还算仗义 知道云娘对高汉文有情 就把他给放了 一路上照顾高汉文的起居 浙江就像是整个帝国的麻筋 只要那里一拉 帝国中枢就要打个哆嗦 抄家抄出了这么个结果 必须要有个说法 账册被送到了京里 嘉禁帝看到数字后 震怒 所有底下的人都在猜测 把持朝中二十年的严党 是否就要倒了 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是胡宗宪 所以嘉禁帝就把他急招进京 胡宗宪掌管着东南的军政大权 同时他也是严嵩亲手提拔起来的能臣 古代的师徒关系就如同父子 现在是否要扳倒严嵩 胡宗宪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明朝的皇权虽然空前强大 但他也必须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共治天下 皇帝远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束缚他的东西端了去了 经过一番试探 嘉禁帝明白了胡宗宪的态度 他与严嵩感情极深 而且严党干的许多事都是严世帆瞒着老爸去干的 皇帝也明白胡宗宪的苦衷 大太监吕芳这时候说了一个比喻 说胡宗宪就像个媳妇 上有公婆要伺候下面还有一众儿女 嘉禁帝认为这个比喻极为恰当 最终商讨的结果是 把严党与豫王的一党各打五十大板 将高拱张居正 严世帆一起逐出内阁 严松依然当首府 但徐阶的地位暗暗上升 这样等于就是下旗对子 嘉禁皇帝的御下之处不可谓不高明 郑碧昌和茂财这两个二货肯定是落马无疑 嘉禁帝抽调难直立的赵真吉任浙江巡抚 查处官场贪污案 海瑞与王用吉携从沈案 而与此同时 郑碧昌与何茂财还在浙江垂死挣扎 他们又想了一个损招以求自保 殊不知他们的官场生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沈一时的现金虽然所剩无几 但他的名下还有25间丝绸作坊 100多间绸断装 于是郑碧昌和茂财就找了几个安徽商人 打算私自把这些不动产卖掉 绸到的钱就可以给胡东县当军饷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有了钱 就可以将功折罪自己的小命也就保住了 而且这是一招免礼藏针的计谋 他们找来的安徽商人 正是胡东县的同乡 如此就能把胡东县一起拉下水 撤他的肘让他不敢参奏 正当两人在与徽商谈判的时候 捉拿他们的赵真吉与锦衣卫也到了 杨金水太明白两个人的心思 但他隐而不发 看着郑碧昌和茂财演戏 然后找了个借口退出来去见赵真吉 把情况都说了 而且他还憋着一个坏 先让郑和二人去谈 谈成了再抓 那几个徽商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郑和二人为了促成交易 对徽商们恩威并施 好歹把约给签了下来 但当他们喜大普奔的来找杨金水时 等待他们的只有盛之与夹锁 终于谈成了 是啊 谈成了 对朝天总算有个交代了 杨公公 有上誉 郑碧昌和茂财接纸 到了第二天 几个安徽商人一听 昨天跟他们签约的俩大人已经进去了 再加上杨金水一诈呼 直接就吓尿了 他们现在等于是朝廷砧板上的肉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啊 于是你们自愿给郑碧昌和茂财他们签的 求我 还不如去交胡不当 官可比我大 胡东县刚从北京回来 就稀里糊涂的被人当头泼了一盆脏水 他来见赵真吉把事情讲清楚 他俩是二十年的顾骄 赵真吉深知胡东县的为人 但这件案子牵扯太深 很可能会捅到扎尽地的身上 他也只能表示去尽量的争取 梦境 我达明朝几千里中 即无一尺净土 支撑大厦 也就靠你们这些理学之臣了 善谋国者如碰小县 浙江的事盘根错节 正别长河茂财 还有许多官员 背后都牵涉到朝廷 牵涉到宫里 有些事该追 有些事就不能追查到底 该争的争 该忍的就必须得忍 浙江之事 就全靠你了 抗窝才是军国大事 西柳营不可无周亚夫 你放心去就是 我知道该怎么做 拜托了 一所当为 不疼 保重 下面就要对郑碧昌与何茂财开审了 两个人在惊慌了一阵后 倒也算挺正经 郑碧昌面对赵真吉的问询 对答如流 而且临走的时候 说了很内行的几批田草的疾行 明朝的正式官员很少 地方官手下的幕僚疏力工资 都是从官员的俸禄里开支 支县这一级的官员年俸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四万元人民币 还得养活好几个助手 可以说非常的贫穷了 这也就从客观上造成了 无关不贪的尴尬局面 审了半天 啥也没审出来 赵真吉毕竟为官多年 他知道如果审出什么犯忌讳的东西 自己反而会掉坑里 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 说过两天等海瑞和王永吉 这俩陪审官到了再说 海瑞那边 他把传案的事情布置停当 就快马加鞭的赶去杭州携从审案 先是与老友王永吉会合 然后准备连夜提审两个罪员 按照圣旨的说法 他们俩也有统统传唤犯人的权利 王永吉去禀报赵真吉 赵真吉继续打哈哈 说怎么审海瑞说了算 但他显然是低估了海瑞的能量 每次海瑞出场 被锦衣与镜头的运用都特别的视死如归 等郑碧昌带到 他先来了一个下马威 对纪事员说 停审的每个字都要记录在案 杨基水那边也听到了风声 为防不测 他带着锦衣卫跑到衙门去 躲在旁边的过道里 偷听海瑞审案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就要开场了 海瑞询问的重点是变卖审议时的家产给辉商 到底功力知不知道 只要问出了这个问题 就与斯里建甚至于皇帝有关 这也正是所有人都小心回避的 而海瑞问的大义凛然毫无顾忌 把郑碧昌问的哑口无言 也把隔壁偷听的杨金水直接就下滩了 那好 我现在就上书朝廷 同时兴闻督察院大理寺和户部 让朝廷的有私衙们都给我一个名断 沈一时的家产到底该不该追缴回来冲归国库 下面到了何茂才就更猛了 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多月前毁滴烟田的事 当时的河道总管是制造局的太监李玄 他在杨金水的寿意下参与了炸河堤 后来成了替死鬼 海瑞的问题句句打在七寸上 这时何茂才把责任推给了制造局 杨金水在旁边听得汗如雨下 这时候锦衣卫的头领朱七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但没有想到海瑞连锦衣卫都敢硬刚 朱七都看傻了 今晚不审了 主审官赵中城有部署 明天上午我们一同审讯钦犯 回去吧 慢着 画鸭 站住 我是奉旨审案 画鸭 杨金水是何种样的人精 在宫里与官僚之间游刃有余 左右逢云 但海瑞的几个毫无顾忌的问题 就把他击垮了 他连夜跑回到了巡抚衙门 向赵真吉告状 那个海瑞不能再审这个案子了 为什么 再让他审下去的话 大明朝就让他给搅了 他都干了些什么了 私自审案 而且有一盘子往宫里扯 你去叫他今天晚上审案的卷宗看看 他不是在审正比昌和毛财 他是在审制造局 在审宫里的审 赵真吉一开始还不当回事 但朱七向他说了自己的顾虑 海瑞这个愣头青确实什么都干得出来 赵真吉只好说 这两天暂时避免审讯 朱七马上向宫里写信 看看宫里的意见如何再说 杨金水回到了制造局 一晚上的打击把这个老司机 变成了一个受惊吓的孩子 他本是黄泉派到江南的一条狗 现在老窝眼看就要被海瑞三言两语给端了 他急火攻心之下 他竟然疯了 不怕 我们怕个谁啊 我们谁都不怕 我们谁都不怕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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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买了沈亿时私收多放的安徽商人 被杨金水一通讹诈 只好拿出了更高的价格破财免灾 赵真吉就把这笔钱押击到了湖东县的大营 以冲军饷 有了军饷 前线连连暴劫 大败倭寇的进犯 杨金水的这一封 赵真吉与锦衣卫刚好以此为借口暂停审案 同时把人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海瑞对这样的举措非常不满 觉得赵真吉太过爱惜羽毛 欺上瞒下 以搏清明 海瑞决定拼死一斗 就只身来找赵真吉 他们俩的矛盾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两条路线的争斗 赵真吉现在想的是怎么尽快筹措军饷 以供胡宗献打仗 而海瑞是秉承了儒家士大夫的为官准则 仲旨办案 刚正不阿 并不太在乎现实的情况 他们没有哪一个一定对或一定错 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所最高明耐看的地方 在赵真吉看来 海瑞的这种刚职 反而更像是为了博取虚名 此言一出 海瑞也大吃一惊 你的家人好好地待在淳安县 你想没想过被倭寇杀戮淫略的百姓 我同意制造局把沈银石的家产 转卖会上为的什么 为的是立刻筹办军需 脚窝欲敌 是你这等站在岸上观船帆 你不知名 海之仙 你不觉得自己大中四伟吗 海瑞并非不知倭寇之祸 他是海南人 从小在倭寇的阴影下长大 父亲都是被倭寇杀死 赵海二人在这里达成了短暂的和解 赵志吉派给他一个任务 去给湖东县送军需 这也是给双方一个缓冲期 十几天后归来 朝廷的旨意也下来了 大家就奉旨行事就好了 来到湖东县的军营 海瑞想要看看胡不堂对于案件的意见 湖东县是何许人也 几十年的老司机 几句话就把海瑞给滴水不漏的打了回去 他其实非常高兴能有海瑞这样一把利剑 将漆黑一团的官场刺一道口子 但他现在只能表示出既不阻拦又不鼓励的态度 锦衣卫的快递送到了宫里 四里剑一片哗然 赶紧把信送到了吕方手上 他倒没有大惊小怪 先安排了一下刚被押到京城的高汉文 吕方是剧中又一个精彩的人物 他是一个彻底的奴才 一切为皇权马首是瞻 但他也非常懂得人间的道理 杨金水是他的手下 现在犯了事 吕方也并没有逃避责任 反而在自己去面胜之前 将高汉文与云娘的事撮合了 老天爷让你活着 一辈子是活 一年是活 一天也是活 我那个干儿子 要说坏 比谁都坏 要说的好 比谁都好 你们来之前他写信给我 说你们是天下最般配的 他说的话我懂了 我们这好人 这辈子缺的就是这个 最羡慕的也是这个 有时候 朕希望 别人搬捕 天亮之后 皇上的旨意来了 他给了吕方一个囚状的东西 吕方琢磨了半天 明白了嘉靖帝的意思 这是主子 告诉我们 外众 内清呀 无论是江南制造局 还是 上一件 金帽局 这都是内 都不能互短了 该办的办 该查的查 只有湖宗县抗窝才是大事 嗯 立刻拟职 是 卓 在杭州的锦衣卫 立刻把杨金水押解进京 让赵真吉 熟理江南制造局的柴市 命他 不惜一切 给湖宗县东南前方 筹措军需 几天后 圣旨到达浙江 这里边吩咐 彻查制造局 与郑和二人的贪腐案 海瑞这时 也从前方大营归来 他捧着圣旨泪流满面 有了皇帝的旨意 案件得以重新开启 现在沈岸的人中 又多了一个坛轮 他被任命为暗茶使 所以赵真吉就让他来主持 但赵真吉看出了圣旨中的玄机 皇帝只说查 但对于是否搬到严嵩一党 并没有给准话 赵真吉还是留了个心眼 开审之前先打了个预防针 明朝有大明律 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依法治国的地方 士大夫们讲究的是平衡天理 国法与人情 这番话其实主要是说给海瑞听的 郑和被带了上来 他们还不知道杨金水疯了的事 看到杨公公的惨状 他们更是舔了心的啥也不说 这时候依然是海瑞站出来 他的突破口是毁地烟田与放走倭寇的事 而且话里话外很坚定 就算是牵扯到宫里也毫不避讳 赵真吉一看不好 赶紧叫停 说要把二人分开审讯 海瑞王用吉审何茂财 他与唐伦审正必仓 赵真吉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之前毁地烟田的事 胡宗县牵头已经结案 那几个替死鬼也被斩了 为的是维持朝局的平衡 现在再翻出来 不但可能牵扯到宫里 他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胡宗县 赵真吉是一个某国老臣 但他的思路 依然是在党争的大框架之下 某个人并不只是他自己 而代表了他背后的集团 比如胡宗县就是严松的亲密门生 如果倒了严松 那胡宗县会不会丢官 东南的倭寇靠谁去剿灭呢 下面献分两头 谭伦审正必仓这堂波澜不惊 正必仓知道自己是活不了了 但他可以救自己的家人 要知道大明朝是可以诛灭十足的 所以他就铁了心啥也不说 猛料都在海瑞这边 刚才赵真吉的话他一句都没听进去 照样深挖毁地烟田这条线 何茂才一开始还想抵赖 以为只要暗示是宫里的旨意 就能过关 但海瑞不吃这一套 终于让他吐露出实情 将严世帆给供了出来 毁地烟田 是小哥老写信让我们这样干的 先把那九个线尖了 可是杨公公也知道 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 哪有金汤一样的艳膏 吴不堂知不知道 我知道 郑碧昌知不知道 知道 画鸭 果然当海瑞把供词交上去 赵真吉 谭伦 锦衣卫都傻眼了 里边毫不避讳对于皇帝的牵扯 大家都说不行 但海瑞的这番话也是句句有理 一切牵涉到圣上的话 都要删去 你们看呢 我不这样看 诽谤圣上 正可见郑碧昌和茂才 已是无父无君之人 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干下这么多祸国殃民的罪孽 大门律法才有明文 凡是奉旨审案 务必将原供词一字不改 成交朝廷成交皇上 改了 便是欺君 赵真吉想要重审和茂才 但海瑞坚持将自己审出来的供词 一字不改的交上去 他是亲定的审案官 虽然官小 但没有人可以拦他 入业后 谭伦来找海瑞与王永吉 想劝他收敛一些 不要那么偏急 现在欲王一党最想做的是扳倒严松 而严松一党之所以能红行二十年 就是因为出了事情 就往皇帝身上攀扯 以至于禁言者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 谭伦不想事情前功尽弃 没错他说的都是道理 但海瑞下面的这番话 完全超越了所有官员的认知框架 他就是要向那个谁都不敢碰的山头进攻 特别是最后说的那两个字 堪称惊心动魄 从大明朝开国至今 亲王郡王皇室宗亲便于天下 按照规制 一个亲王一年就要供陆母五万代 抄两万五千冠 锦缎四十匹 铸丝三百匹 捐五百匹 沙罗一千匹 东部一千匹 下部还要一千匹 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反举 你们算过没有 一个亲王耗费国堂便如此之举 那么多的皇室宗亲 耗费的国堂又是多少 这些皇室宗亲 宫中皇官各级官吏 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伴 皆不纳赴 小民百姓能耕之田 不及天下之伴 却要纳天下之税 这更是人人皆知 人人不言 就拿浙江而言 每年存留两米六十二万九千丹 可供给皇室宗亲辅押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丹 一两年存留质量尚不能供皇室辅押一年之辅米 北方安等年年侵犯 东南倭寇年年死虐危及天下 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 这些事情如果只参赫言松参赫言时分能说得过去吗 就像谭大人所言 历来参赫言党者都因牵涉皇室返离其祸 我看恰恰相反 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言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 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死刑贪谋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搁 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严党要参子皇上要见 置君父为遥顺免百姓之饥寒 君为情社稷次之民为重 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坦大人说我偏激 这就是我的偏激 请谭大人 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忠诚 也可以转禀欲望 徐格朗 高大人 高大人 张大人 倘若因此获罪 是我海瑞一人之罪 与你们皆无干系 我海瑞 无打 在海瑞的坚持下 二人的贡状被递送私礼箭 大太监旅方一看海瑞那份贡词就火了 浙江到底要干什么 与方跟了家庭帝四十年 从来没有见过海瑞如此不懂规矩的官员 他决定只留下谭伦的那份 然后带着海瑞那份去秘密会见了与松与徐阶 这份供词里说的很明白 是与世帆下令毁地烟田的 一旦交给家庭帝看很可能就会掀起大狱 到时候大明朝可能一半的官员都会受到牵连 所以旅方希望用一顿酒 把矛盾悄无声息的暂时押住 然后八百里夹急将贡状打回 命浙江重审 他的算盘完成了一半 徐阶与阎松面子上是暂时的达成和解 但宫里那边 四里建有一个叫陈宏的太监极有野心 将旅方隐瞒皇帝的事情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 家庭帝怒不可遏 本来四里建内阁是互相制宏的关系 现在竟然联合到了一起 皇帝当然会感受到危险的气息 回主子万岁爷 浙江八百里夹急递来几分供词 旅方只让奴婢将谈论赵真吉的供词 承给主子 还有海瑞王用吉审的那两份 他自己带着去见阎松和徐阶了 好啊 三个人联手满针了 加进帝采取了冷冻策略 一方面把旅方派去修林园 另一方面把徐阶软禁在内阁暂时代理公务 让阎松在家养病 自己则说要闭关半个月 他要等待浙江下一次审讯的结果出来 这三方力量全都歇了 大明帝国仿佛突然熄了火 百官的奏折只能通过太监递进来 阎松这时候忙着在家里烧书 只要是和胡宗宪有一点关系的东西 全部销毁 他摸不清下面皇帝要出什么幺蛾子 一旦阎松倒台 他要保证胡宗宪不受到牵连 阎松虽然很霸道 但他知道谁是真正的国之栋梁 胡宗宪就是一定要保住的 六部九亲的官员都被挡在了宫门口 阎晨帆发脾气也没用 还是张居正有办法 他说边关有军情必须面见徐杰 太监什么都可以挡 但这件事情没辙 只能让张居正进去 徐杰虽然还在办公 但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张居正不愧是有名的天才儿童 他口中向徐杰汇报军情 同时在纸上写字询问这一系列的反常 是否与海瑞审出来的供词有关 他知道原委后非常生赵真吉的气 责怪他为什么不趁势把严党扳倒 张居正毕竟还年轻 只有徐杰知道 火候还没有到 这时候最爽的就是那个告状的太监陈虹 吕方被皇帝罚去修灵园 他就成了最大的 吕方在时他被叫做二祖宗 现在总算有机会把那个二给去掉了 他现在有了在内阁奏书上面批红的权利 但徐杰打心底很烦这个狗杖人士的奴才 所以就很不配合 此时另一个太监黄锦拿着嘉敬帝写的四句诗 让徐杰猜四个字 上面写的是一首汉乐俘诗李延年歌 徐杰一看就明白了 写上了好字为之的谜底 嘉敬皇帝的意思是让他悠着点干 徐杰知道严党会倒的但并不是现在 严松这时静坐家中翻看着古书 他把儿子严诗帆叫来 让他背诵了一段韩玉的名片《纪十二郎文》 这篇文章是讲韩玉的侄子突然死去 韩玉悲痛欲绝 借着侄子的死感叹幻海浮沉与即将老去的身体 严松现在的情形是骑虎难下 他想告老归田 但那个坑爹的儿子总给他惹麻烦 他现在虽然也像韩玉说的毛血日欲衰 稚气日欲威 但也必须支撑着自己的家族 他明白如果自己倒了 严世帆也绝没有好下场 我还是首府 是大明朝二十年的首府 二十年我支了那么多人 超级的事我敢不知道吗 老虎支了人还能打个盹 你爹我敢打这个盹吗 严松不愧是幻海浮沉二十年的老臣 脑子很清楚 他知道嘉靖帝之所以还不办他 是因为东南的倭寇战争迫在眉睫 胡宗宪是关键的人物 只要有胡宗宪在自己就会没事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 东南也不可一日无胡如真 我口在 如真就在 如真在 就没有人能搬到我们 胡宗宪这时在台州与俄寇进行第八次会战 他做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举动 竟然站在战线的最前面 对俄寇的炮弹毫不避让 幸亏齐大柱等人带着弟兄们奋力防御 才保住了胡宗宪的一条命 他这很明显是有求死的心态了 他明白剿灭倭寇的战役马上就要成功 而他不会听从严松的意见去仰寇自重 一旦倭寇被扫灭 那他也会和阎党一起被埋葬 明朝的党争可以说是史上最严重的 只要你站错了边 再有能力再有情操也没用 此时被司理舰打回来的供词也到了浙江 里外里就有一个意思 审郑和二人的贪污案可以 但就是不能牵扯宫中的皇帝 赵真吉这时候耍了个心眼 他当着郑和二人把司理舰的信读了出来 郑比昌有何茂财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如果牵扯到皇帝自己将必死 所以当庭翻供 把锅一股脑的推到了海瑞身上 他们打心底笔 触了海瑞这个不怕死的 哭天抹乐的求赵真吉千万别让海瑞再审 但海瑞选择当人不让死磕到底 但让人惊讶的是海瑞接下来整整消失了两天 既没有看案卷也没有审犯人 朝廷只给了三天的期限 赵真吉和谭伦都在到处找他 还以为他怕背锅跑路了 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海瑞终于出现 他面带笑容仿佛胸有虫竹 将两个犯人压了上来 海瑞照常问话 他知道从二人的嘴里什么也问不出 于是问了一些很常规的问题 就让二人按手印画压 这反而把郑和二人给弄懵了 前几次字字如刀的海瑞 今天怎么会如此的有礼貌 海瑞这时亮出了杀手锏 他命令把二人的嘴堵上压到侧房 接着传唤了当时去执行毁地烟田命令的两个签户 他的策略是既然正和二人撒谎 那就用旁证来证明他们的供词为假 他消失的这两天就是去寻访当时在场的士兵 拿到了每一个人的供词签名 证明两个签户当晚奉命去炸毁河堤 面对白纸黑字二人也无法再抵赖 就把所有的事都给招了 郑和二人万万没有想到海瑞来了这么一招 无奈嘴被堵住有苦说不出 四里剑的本意是让海瑞大事化小 但他们显然是不太了解海瑞 这次的供词更坐实了毁地烟田 就是严实翻下令制造局纵容的事件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份供词提交上去 不知又要惹出怎样的风波 之前发疯的制造局总管杨金水被锦衣卫押借京城 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终于来到了皇城脚下 同时海瑞重审的那份供词也八百里加急同时送到 几个月前杨金水进京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人敬畏的大太监 江南制造局总管的职位是个权力的徽章 可以说是太监体系中的超级精灵 花开富贵没过牡丹 杨金水曾经是最艳丽的牡丹 现在却沦为阶下囚 当他屎尿满身的被抬到私底舰 一帮太监就过来落井下石 太监的生态链是世界上最势力的 因为他们没有家庭也没有道德的束缚 依附于权力是他们唯一的本能 黄景这时候站出来说话 他还是个有良心的 杨金水曾经是他最铁的弟兄 他惩罚了那个虐待杨金水的狗腿的太监 将他妥善安顿下 现在私底舰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杨金水到底是真风还是假风 把旅方排挤走了的陈宏 是断不相信杨金水发疯 他找来了大夫 用针扎杨金水身上的穴位 只要是正常人一定会感到剧痛 但针扎了一头 甚至拿火烧胸口 杨金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还有点审讯词 陈宏没想看一看 但赵真吉说明是直接给皇帝 所以他就没敢打开 黄景把供词交到了嘉靖帝手上 嘉靖帝看后心里一定在默念妈妈屁 如果认可了这份供词 那毁低烟田的源头就是严实翻 他必须要办它 但现在时机还并未成熟 众人把杨金水梳洗干净 带到嘉靖帝面前 这时杨金水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上演了一出沈一石附体的戏码 把事件里的人物保贬了一番 但非常艺术的绕开了敏感地带 比如谁和谁是一伙的问题 还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不说杨金水 杨金水死了 他把我害死了 我把他带走了 带走了 至于杨金水是不是针锋 现在并未明说 但皇帝的这一关 他算是过了 嘉靖帝说天乏了 那朕就不乏了 让人将他送到朝天罐去 等于是饶了他的一条命 赦免了杨金水 嘉靖帝召见皇帝 却让他把看守陵园的旅方叫回来 之前他因为私自扣下了浙江的供词 被嘉靖帝惩罚了一下 皇警非常高兴 走之前嘉靖帝嘱咐他一句话 朕犬逆绝 少跟陈宏找别扭 皇警说他明白 其实他还不明白 陈宏到目前为止 一直是一个狠毒的鹰犬形象 嘉靖帝知道他在外面的跋扈 不久之后 嘉靖帝就会向皇警展示 陈宏有什么用处 皇帝给陈宏送来了王维的两句诗 雄道水情处 坐看云启石 水指的就是杨金水 云指的就是与高汉文一起进京的云娘 陈宏于是去见云娘 沈一石暗中 他现在是知情最多的人 云娘虽为女子 但心窍比这些男人更加明亮 高汉文一直对他有猜忌 在走之前 他借着姬康之名 把这些人都暗暗的讽刺了一番 最后几句话 远不远听 我已要说 沈一石自称懂得广陵散 你高大人 也自称最懂广陵散 可在我看来 你们和那三千太学生一样 没有一个人懂广陵散 季康从来没有想过出来做官 更没想过贪图身外之物 心在物外 身与神有 这才有了广陵散 你们没有季康的胸怀 吕芳回来了 皇帝说了之前惩罚他的原因 吕芳当初瞒着家境 带着酒去找徐杰与延松 本来是好意 但他毕竟是个太监 把事情还是想简单了 因为在外人看来 吕芳代表的绝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 当时听到你去劝酒 朕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 燕饮功臣的时候 说的两句话 知道太祖爷当时 说的两句什么话吗 奴婢不知道 请主子赐教 你不知道 可延松跟徐杰他们知道 两个大学士 太祖石鹿他们不知 已经读了多少遍了 早就烂熟在肚子里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 早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 说的那两句话 金被共如银 白刃不相饶 有些家你能替朕当 有些家 朕交给了 延松和徐杰他们去当 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 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 美酒在前 白人在后 他们能不想办法对付吗 朕在说的是 我狗在东南闹 打打在北面闹 国库又是空的 现在你打回去的共状 不但一字未改 又送了回来 还填上了 正比昌和茂财翻供的供词 又填上了 对付翻供的供词和正言 毁地烟田私放倭寇 探墨国塘民财 都翻出来了 有辜的无辜的 牵涉了那么多人 这个时候你叫朕举起白人 杀谁是好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 家境皇帝的困境 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 他的首要问题是维稳 严党与欲网党就像两堆柴火 既不能任期熊熊燃烧 也不能让某一边灭了 有缺陷的平衡 也比失去平衡要好 而海瑞呈上了的供词 很有可能一杆子捅破这种军事 在看供词之前 家境地沾了一挂 得了一个钱挂 这个挂项的主挂与刻挂 都为三条红杠 亦为至刚至阳 这就让他想起了海瑞 隐隐间皇帝感觉 这个人会是个人才 第二天徐杰与延松进攻 先哈拉了一堆有的没的 话里话外都是疾风 主要是为了铺垫后面的旨意 堂上都是饱读师叔之人 很多事都能心照不宣 最终的结果是 杀掉正壁昌和茂财 以及贪污的几个宦官 赦免高汉文 保奖奇迹光等人的战绩 同时派遣严松的家臣 燕茂青去南方巡盐 也就是去收盐税 这是每年国库很重要的一笔收入 里外里之下 严松这边损失了两个封疆大吏 算是吃亏了 所以他故意又翻出了 齐大柱通窝的事件 皇帝很明白严松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想找补一下 就只能牺牲掉齐大柱 做一个顺水人情 算是安抚一下老臣 这个旨意传到了豫王那里 几个大臣立刻就炸了营 他们搞不懂 为何如此证据确凿 依然搬不倒延档 只能说 大家的屁股坐在不同的地方 眼界就会不一样 圣旨中有一项是赦免高汉文 让他官复原职 这时候他有点理解 并认可了于娘 但于娘执意要回江南 皇警做了个人情 安排官船 并给了通关文碟 走的那天 高汉文在雨中抱着那把古琴 目送于娘南下 知识分子就是矫情 有的时候嫌弃 失去了又惋惜 不久圣旨到了浙江 海瑞当时正在与王用吉 抄郑和二人的家产 但也没有抄出多少钱 当听说皇帝只办了他们二人 其他一个不抓时 海瑞非常的失望 觉得自己这仨俩月 算是白忙活了 就算皇帝给他升了官 海瑞依然不买账 一气之下 他决定撂挑子 回家种田去 赵中城 谭大人 我海瑞 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 多有不敬 今后 再也不会了 曹州之州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春安之县 今晚我就写辞详 母老女幼 家里几亩薄田 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刚丰兄 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 燕毛星南下徐岩了 第一站就是浙江 你就不想等等他们 谭大人 我大明朝还有利剑吗 再利的剑握在你们手里 不过是一把生疏的刀 说话难听 请多包涵 你怕严党了 谭大人可真敢说话呀 想留下我也行 你们现在就请奏朝廷 把我调到江西去 我要到严嵩的老家 分宜取当支县 赵中城 谭大人 我的辞词 请不要再压 写完了辞词 海瑞失落的回到了淳安 等待力不得批复 家事国事天下事 他现在一向也没弄成 进门就给久别的老母亲赔罪 海瑞要辞关的消息传到了县衙 县城田有路可抖了起来 他想当然的认为 海瑞一走 他就会接班 对于下面的人就开始发号失令 在海瑞当官期间 传案几乎是零犯罪 监狱中也没有几个犯人 之前这些靠鱼肉箱里 赚外快的官吏们 饿得眼珠都绿了 现在可能放开手脚 刮一刮钱 没想到第一次上街抓人 就碰到了出门买菜的海瑞 被撞了个正着 海瑞非常的气愤 一通猛操作 来了个为民做主 他提出辞诚 本来是心灰意览 但父贤在家的几天 让他看到了民生之间 海瑞回家 拿出已经封存了官符 决定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严达依然未到 郑碧昌和茂财 虽被正法 赵真吉推行的 依然是前任的科政 遭受重灾的淳安 竟也未能幸免 决意词官的海瑞 又被激起了 为民抗争的愤怒 全身而退 记忆不能 直接跟赵真吉一争 便是所必行 他要耗出自己的最后一声 上阵朝廷 海刚风出马 包治百病 一通问话 把狗障人士的恶利们 治得服服帖帖 还下令逮捕了 胡东县的儿子 因为他刚好经过淳安 田有路为了八戒胡不堂 就给了几百两银子的孝敬 海瑞说 胡不堂的公子 绝对不会收官府的钱财 此人一定是假冒的 先把牙抓起来 我会亲自送到胡不堂那里 赵真吉现在脑子里想的 全都是为胡东县的前线 筹措军饷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 胡东县在前方 迎来了与倭寇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胡东县亲尽全力 终于荡平了 为患浙江十年的倭寇 浙江是国家的税负重地 稳住了浙江 就稳住了大明朝 对于所有人来说 之前的折腾总算是没白费 赵真吉率领官员们前来祝贺 马上要给众教士上表请功 但这时候 胡东县却脱病留在了泰州 他太明白了 倭寇剿灭虽然值得庆祝 但内部的腥风血雨 还远没有结束 胡东县打算从泰州回乡养病 顺路去了趟传安见海瑞 之前海瑞把胡东县的儿子 给抓了起来 因为他收了地方上的红包 胡东县丝毫没有怪罪海瑞 还感谢他保住了自己的亲遇 对于海瑞的词官 胡东县表示理解 他围观多年 太知道政治漩涡里的猫到狗到 但同时希望海瑞能够坚持下去 现在倭寇已经荡平 他也积劳成疾 杜甫说 官阴老病休 他算是去意已绝了 我想回乡 休养半年 半年之后再上奏书 继续告病 此生了 我也不想再出来了 以前的功果是非 叫别人去评说吧 我不在意 在意也无用 我在意的是 浙江的百姓在我走后 不要去骂我 因此 在我担任这支总督的时候 不能让你刺怪 严党在毁地烟田与江南制造局的贪腐案上吃了亏 我上一回提到 严松在皇帝面前使了个坏 说齐大柱有通窝的嫌疑 嘉禁帝为了大局 明知道是诬陷 也准了揍 现在锦衣卫奉旨来到浙江抓齐大柱 他这时正在传安为海瑞的老母亲过生日 执行抓捕任务的正是锦衣卫的老大朱七 他拆遣田县城 去把齐大柱编了个由头叫出来 朱七见到他 先让他把衣服脱掉 看到这儿让人有点羞耻普累的错觉 怎么 男子汉脱件衣服害羞吗 虎背风腰 上面很正 请把你的尊库撩起 螳螂腿 正宗的身板 好 把衣服穿上吧 现在可以说正经事了吧 观摩完身体 初期才亮出了锦衣卫的身份 说了此行的目的 让齐大柱立刻马上跟他进京 如果让不怕死的海瑞知道这事就不好办了 齐大柱的妻子蒙了 本来丈夫是抗窝功臣 现在竟然成了阶下囚 他只有去找海瑞与王永吉 王永吉比较冲动 气愤的来找坦伦 坦伦虽然现在官也不小 但架不住这是皇帝的旨意 他也只能这么安慰王永吉 朱七压着齐大柱进京 启程的时候还是绿意满眼 球车到达北京时 已经是漫天飘雪 齐大柱的媳妇也一路跟随到来 在进城的路上 朱七碰到了严世帆带领的摆棺 原来今天对于严党来说 也是一个开心的时刻 经过了好几个月 燕茂青南下巡演回来了 严世帆就在此迎候 这件事情对于严党来说 是翻身的重要砝码 自从西汉的桑红阳 大规模实行盐铁砖卖以来 盐就成为官方垄断的资源 是各朝中央政府的重要财重收入 它甚至极大的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巡演是明朝设置的一种监察制度 就是皇帝派出专人 去各地的盐运部门 检查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 明朝周后期贪腐严重 这种巡演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种盐税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充赢国库 所以严嵩才会派出燕茂卿 下江南巡演 以解当下的危局 出去忙活了三个多月 看看成绩单 这次巡演公开账策上 一共是收到了230万两白银 这些钱入国库 还有100万两入了皇帝的私账 用于赏赐与修善宫殿道观 严世帆看似是既解了国库的急 又顾及了皇帝 但这里边埋伏着巨大的玄机 账策成交到家境地那里 看着这个数字 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为什么前两年的巡演 都只能收到100多万两的盐税 而严世帆的亲信 燕茂清一去 就能收到300多万两 家境地虽然多年不上朝 但绝不是个笨蛋 他心里非常的清楚 这300万两 是严党在向自己示威 意思是大明朝的财政 没了严党就玩不转 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事实 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关系网络盘根错节 这也是家境地迟迟不能扳倒他们的原因 这一点大太监旅方也看得很清楚 两怀两遮的眼影 从太祖爷到成祖爷 每年都能收上千万的税 此后一年比一年变少了 有些部分 确实直接调给南京那边 冲作公用了 但怎么也不能像前年 去年一年只能收100多万 今年燕茂清一去 就收回了三百三十万 原因只有一个 那些管员的衙门 都是严格老 小格老的人 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 上下其手 铁板一块 派人去查 那是一梁也查不出来 可只要燕茂清去了 他们都会乖乖地陷出来 说句伤心的话 大明朝国库的钥匙 一半都灭在他们手里 朝廷要用钱 这道门 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但还不止如此 这三百多万两 已经是严党扒了一层皮之后的数目 听到了这个消息 贾清帝也不免震怒 他知道严党贪腐 但只要自己拿大头 也就忍了 就当做是行政成本 绝想不到 自己原来才是个小头 南直立那边 咱们的人也有承包 说 燕茂清这次巡言 至少收了五百多万税 除了上报的三百三十万两 至少还撕满了两百多万两 一条船石网分移 严格老的老家 另一条船石网封城 燕茂清自己的家 还有一条船 一个月前装作商船 驶回了北京 好啊 两百万两银子三条船 有南有北 我大明朝这条河 倒像是为他们修的了 燕茂清 茂清音 还在走书里说什么 未接君忧 感慈其劳 还说 跟燕士班商量好了 要专门拨出一百万 给朕留着修万寿工 朕顿钱 他们拿两百万 朕分一百万 还要朕感谢他们吧 主子 主子 这种情况 嘉靖帝不能再忍 等过完了年 他就要向严党开刀 明朝周晚期的民间工商业 空闲发达 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却未见增加多少 强之弱干 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忌 这可以说是亡国之兆 下面就是要审齐大柱的事情了 嘉靖帝把严松 徐杰 以及去办案的朱七 一起叫来问话 其实店上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 齐大柱通窝 纯属莫须有 他只是一颗权力斗争中的子弹 嘉靖帝呵斥了朱七 说他为通窝的人求情 还下令把齐大柱过了小年问斩 其实这是先示弱 为的是稳住严松 如果严党现在嗅到了危险 很可能就会把财产转移 就算严松倒了 嘉靖帝也落不到什么好处 为了保住齐大柱 豫王那边也在积极的行动 这时高汉文来见张居正 他呈上了一件天物 说这个西式之宝 可以为齐大柱保命 当高汉文说出东西的名字 连见多识广的张居正也吓了一跳 到底是什么东西 血精 什么血精 张三丰张真人的血精 你从哪儿得来的 是云娘和齐大柱的妻子 从江南带来的 来自之前 杯子找了张真人的手机比对 却是张三丰张真人 在120岁时手输的那两部血精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东西的分量 由于嘉靖帝迷恋道教 常年吃丹丸 以求长生不老 它可算是张三丰的脑残粉 因为据传只有张三丰 修到了不老之境 豫朝皇帝都曾经派出人 寻找张真人的行踪 对嘉靖皇帝来说 这部血精可以算是无价之宝 豫王等人觉得 有了这个天物 齐大柱就可以保住 同时打击到阎党的气眼 但他们绝不能说 是从云娘那里得来 还得编一个悬而又悬的故事 说是有一个白胡子道人 交到了齐大柱媳妇的手上 趁着新年去给皇帝拜年的机会 让皇孙朱义军去拿给嘉靖帝 皇帝一高兴 大概率就会大赦天下 到了新年的那一天 一切按计划行事 嘉靖皇帝看到张真人的血精 大喜过望 他虽然对那个白胡子老道的故事 半信半疑 但眼前张三丰的真迹 确实是真真的 再加上孙子一口一个黄爷爷 就下令赦免了齐大柱 获得如此宝物 嘉靖帝设立了盛大的道场 闭关半个月 还命令百官们上表奏贺 严党这边非常的抓狂 没想到本来是个先手 让这么件扯淡的东西给搅了局 严松下令彻查 同时拉拢司礼舰的太监陈红 试图把旅方给搞下去 按照惯例 每当皇帝办道场 严党都会争先恐后的 给皇帝上贺表 但今年他们竟然迟迟不上 徐杰判断 这是要和嘉靖帝摊牌了 种种的迹象表明 严党已经掌握了真金的来历 高汉文的家 也被严密的监视了起来 很快来到了正月十五 嘉靖帝出了关 陈红借了个机会 把严松的奏章盛了上去 里边写了张三丰雪金的真实来历 皇帝看后大怒 说让陈红调集政府司锦衣卫 正月十六抓人 至于抓哪些人 他会在此时通知陈红 与此同时 严世帆也坐不住了 他调集了官兵 先把高汉文的官邸 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明白老爸的那封 告发雪晶来历的奏书一上去 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先来做好准备 陈红那边已经召集了锦衣卫 只等嘉靖帝的命令 豫王这边也在积极准备 张居正主动找了个由头 把高汉文的官罢掉 强行将他驱赶出金城 如此才能救他 于是他也带兵来到了高汉文家 正好与严世帆正面刚上 与严党的决战就在今晚 此时到了 旅方带着皇帝的命令来见陈红 陈红本来以为要抓张居正等人 但没想到等来了这么一条 完全相反的旨意 陈红这下都懵逼了 但皇帝的旨意不容置疑 朱七带着锦衣卫来到高汉文住处 严世帆绝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来抓自己的 朱七奉命先把他送回府 但到了家门口 他却赖在轿子上不肯下来 朱七心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这时也硬合了一把 沈连沉大人 当年是我朱七的上司 也是今天到这里所有兄弟们的上司 当年沈大人上书猜你们苟爷儿俩 死得那么惨 你当我们都忘了吗 那好 那你就杀了我 替他报仇 叶世凡 你们狗爷儿俩害死了那么多忠臣 就这么死了 太痛快了吧 剑种 严嵩知道大势已去 坐在府中懂待出职 这场戏的配色一片清冷 与过年前炽热的红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 皇帝先让徐杰来探一探 严嵩掌权的这二十年 灭掉了无数人 对于现在的倒台 严嵩肯定是有心理准备的 他虽然是个历史上盖了章的大奸臣 但这部剧中展现出他更丰富的人性维度 两个老人的对话 听来让人莫名有些心酸 二十多年 在我手里倒下的人是太多了 做我的副手 能熬到我倒下 许个老 你 皇帝命严嵩去见他 这是二人此生的最后一次相见 这里编剧安排了一个 很精彩的细节 几个人在大殿上 并没有怎么聊军国大事 而是在研究一种酱菜 皇帝非常喜欢吃一种六心居品牌的酱菜 每年严嵩都会送去的六心居 自然没有人光顾了 但皇帝加了一撇 就让其可以继续做生意 这也是在暗示 自己倒严嵩 但不倒严嵩 也算是对这二十多年辅政的默许 严嵩倒了 但大明王朝并未因此而振起 大流氓没有了 内部的党争反而更加愈演愈烈 下面该轮到海瑞出场了 大明王朝最劲爆的交锋 也马上就要上演 海瑞刚到北京 就做了一件外人看起来很作死的事 他经过六壁居酱菜店 也就是之前被皇帝家里撇的六心居 海瑞说要买酱菜 买完了偏不走 说你店里的生意不好 就倒霉在这个壁子上 如同在心上插了一把刀 所以提笔就给六壁居写了另一番解释 说是要正人心而尽敷衍 产地必真 石令必合 瓜菜必鲜 甜酱必醇 盛气必结 水泉必香 这就是六心居改成六壁居之真意 掌柜的 将这六壁另做一块排饼 挂起来 生意要是不好 找我就是 这个六壁居因为和言松过从甚密 所以被严密的监视 海瑞的这番言辞被锦衣卫听到 这等于说是妄议圣言 正要把他拿办 这时来了一个人 正是大难不死的齐大柱 他被皇帝赦免后 进了北政府司 成了朱七的徒弟 现在人称十三爷 他下马给海瑞请安 却被海瑞一张臭脸给怼了回去 以后你在政府司当你的差异 不要来找我 找我我也不会见你 恩公 谁是你的恩公 这次进京 王永吉给他租下个小院 两个患难之交见面 自然是感慨万千 王永吉没想到 海瑞刚进京就惹上了锦衣卫 海瑞这次进京 就是打着谱来跳火坑的 既然天下世子皆敢怒不敢言 那他海瑞就要来当这个进贱的烈士 这一年多以来 家庭皇帝也明显苍老了不少 干掉了严嵩和严世帆 虽然大快人心 但也无形之中 少了为自己背锅的人 各种糟心的事 一股脑子涌来 就生了重病 但他毒性道教 就是不看大夫 只吃丹药 指望着可以长生不老 朕今年六十岁了 修了这么多年 六十是个坎儿 过了这关 不定就能够长生不老了 台医院那些用医帮不了朕 谁也帮不了朕 知道吗 徐杰把海瑞写六壁居的那几句话呈上来 家庭帝一看就明白了 海瑞明知道这个壁子是他改的 这篇字摆明了是向皇帝叫板 他不动声色 让陈宏把字交给了豫王 命他抄一遍 然后挂在六壁居的门口 陈宏跑到豫王府传旨 除了抄字 还有就是要将冯宝带去朝天罐 面壁思过 这个旨意其实是对着吕芳去的 因为冯宝经常给吕芳通风报信 皇帝已经对他有所不满 冯宝与世子朱义军从小朝夕相处 感情深厚 所以又哭又闹 弄得一地鸡毛 但无奈圣意难为 冯宝被陈宏带走 这一切其实都是皇帝下的一盘大棋 说到底 大明王朝的问题还是一个钳字 几个内阁大员开会议室 讨论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 东南倭寇被肃清 但北方的游牧民族屡有进犯 军费一点也少不了 官员们的俸禄也拖了好久 再不发工资 大家只好放开手贪污 皇帝的道观也已停工多日 还有水灾旱灾的省份需要救济 反正蛋糕就这么大 有人吃饱 有人就要饿死 明王朝到了嘉靖 已经历了近两百年 各种利益盘根错节 可以说是机中难返 现在无论做什么 都只能起到续命的作用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嘉靖皇帝那儿也不安省 晚年的他虽然毛发日衰 但对权力的渴求并无稍减 海瑞写了那幅字之后 四里剑锦衣卫 与内阁大员们都给海瑞说情 他反而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他必须要把海瑞给摁住 以防权力的失控 海瑞安坐家中 门外有锦衣卫把守 这时李时珍从外地赶来 帮海瑞的媳妇瞧病 从言谈中知道 海瑞的女儿不久前意外淹死 海瑞的媳妇当时怀有身孕 极度的悲伤之下 不幸流产 从此身体就病痒痒的 海瑞本是个极为孝顺之人 但他选择了铁尖单道义 为生民立命 他就成了忠孝男两权的标准样本 嘉靖皇帝开始了自己的亲戚活动 先是命陈宏 责罚了朱七和七大柱 然后劝退了跟随自己四十年的吕方 让他去南京 给太祖皇帝守灵 皇帝内心其实非常的不舍 吕方就如同他的家人 但作为一个皇帝 必须放下个人的感情 跟了朕大半辈子 可保你下半辈子 平安 能伺候 住在这半辈子 吕方在吕程去南京之前 办了两件事 一是去朝天罐 看望被贬到这的冯宝 冯宝很失落 觉得这辈子就撂这了 但吕方告诉他 不要灰心 只要你能忍到 世子朱一军上尉的那一天 就看到了曙光 后来的事情 果然如吕方所言 加进帝驾崩后 豫王只做了六年的皇帝就去世 朱一军 也就是万历皇帝登基 冯宝成为权亲一时的大太监 第二件事 去把疯了的杨金水给带出来 和他一起去南京 杨金水有没有疯这事 一直扑朔迷离 在这场戏里终于揭晓了 当吕方带着这个 同样满头白发的干儿子 来到金城郊外 杨金水依然是一脸的风向 吕方告诉他 咱们安全了 这里两位老细鼓的演出 真是精彩之极 金儿 咱俩俩平安了 从这一刻起 你不用再装吧 三年了 真是哭了你了 现在好了 咱们给太祖爷收灵去了 太祖爷也不会说话 也不会生气 没有人了 没有人再算起咱们了 金儿 把头发 把脸 还有咱们这只有半雕的身子 都洗干净了 都洗干净了 从心往后 咱们人俩干干净净的 自然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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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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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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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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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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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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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我大明的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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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为货 而海瑞 但他 是好诶 意思是 所有人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皇帝等于 将独播剧場 叫到大電 在史上 祖独播剧場 是 家旬播剧場 海瑞 真宿播剧場 海中 你的意思是 大明王朝 旬播剧場 海中 他之所以 家旧 能够能够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